大甲文昌词 从清朝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 是当地中调的文化古迹 每每考骑将近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参拜 来祈求考试顺利 为了增加祈福的管道 大甲区公所就参考当今流行的祈福锁墙 在最近就设计了带有古错特色 厌尾的祈福墙 让民众在参拜的同时 也能够领一张祈福卡 写上自己的新卷 希望神明能够庇佑自己的新卷成真 民众写下心愿 接着将祈福卡挂上祈福墙 希望愿望能够成真 大甲文昌词庙内 近期多了一座祈福墙 让前来参拜的信徒 也能够透过其他管道 将信愿传达给神明 这个祈福墙的用意就是 因为借由民众来这边参拜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民众 把你的心愿直接写在 我手上的祈福卡上面 来让文昌帝君接受到你的讯息 文昌是有历史的 已经有历史性了 很久了 每个人都来求 都求得很不错 大甲文昌词从清朝至今 已经有130多年历史 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古迹 每次只要接近大考 总会吸引许多学子 前来拜拜 而为了迎合时下年轻人的喜好 大甲驱公所参考国内外 祈福所墙设计 融合了古错的燕尾特色 结合祈福墙打造 庙内亮点 文昌的这个祈福墙 最主要是我们是采用我们的 那个夜尾造型的图腾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宗教的 信仰的设计 那我们是希望能营造 像韩国的钥匙墙 很多景观 让我们把心愿直接给 系在上面的这种做法 公所表示 学策将近 今年开始为了配合大量的考生信徒 也会针对大甲高中等学校 举办祭祀活动 让民众能够感受现场热闹 与神明的祝福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